2012年3月18日 巴西卡彭黑東多區首次疫診 这里位于乡下 医疗资源缺乏 志工疫診足迹首次踏上 十位医师细心问诊 一天下来服务200多人次 除了医疗服务也发放食物栏 看到不同肤色的华人来到 当地居民献上拥抱 这个影响就是 我们感化了这些平民区的人 他们对我们发展的一种思想 疫诊中的眼科服务 除了视力检查 还有验光配镜 眼镜一完成 人身也对焦 拿出写满字的小纸条 进行视力测试 因为眼镜的度数和位置 都不能马虎 我必须要跟他们在传统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一个家庭 一群羊独一群羊独一群羊 我们没有做一群羊独一群羊 我们做一群羊独一群羊 几点多由新竹飞往高雄 起飞三分钟 失事坠毁在新竹外海 街上五名机组员和八名乘客 全数离难 意外发生 中华搜救总队第一时间展开搜救 均警销也穿梭港湾进行打捞 新竹志工当晚也随即成立 急难指挥中心 事故现场 救难人员接力进行搜救 家属则是彻夜未眠 焦急等候 志工除了协助安抚家属 也提供茶水和热食 给予最及时的需要 从黑夜到白天 从事故现场到灵堂助念 志工动员三百多人次 一路相伴 1997年3月18号 甘比亚 亚赛拜然援助 衣物援助行动从二月展开 全台志工爱心总动员 从募集分类到打包装柜 一个多月下来完成22个货柜 4400项衣物 本日启程分别运往当地 亚赛拜然除了援助衣物 还多了1500顶帐篷等物资 因缘来自于1996年12月 此季与英国伦敦大学 以及联络彻西亚基金会 签订三年援助计划 三方共同合作改善难民生活 当首批衣物货柜一抵达 志工随即前往难民引发放 台湾要运货柜去的时候 不是说直接就很方便的 都是要转了好几个港口 才能够转到那个地方去 两天完成四处难民引发放 帮助至少6000户 我们主席人都是成型的团队 我们可以说 出来外面跟打火器一样 所以说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来面对我们的事情 跨越海洋的爱不间断 对于甘比亚的援助 1997年到2000年之间 陆续捐赠衣物 2010年11月 甘比亚副总统贾沙迪访台 特别前往花莲金斯堂参访 为此季援助下了祝节 我们只要在我们自己的心情 我们不在意义 我们都不在意义 我们都不在意义 一直在看材料的货 优优独播剧总统